每一個男人在不同的階段也會有不同的感情煩惱 學生時代可能追女兒, 人最大一點就真的學會怎樣追求女兒 而Catherine的主角Vincent就直接去了另一個level 她開始煩惱人生的一件大事, 就是結婚 結婚這件事對於不同年紀、不同出生、不同經歷的人來說 可以有很大的差別 有人說結婚是人生另一個開始, 有人就覺得結婚是人生的憤怒 如果有人認為結婚是人生必經階段 同時又有人覺得結婚只不過是一件對外儀式 不管你怎樣想都好, Catherine的故事就這樣開始了 Catherine Full Body是2011年推出的平台解謎遊戲Catherine的強化版 這遊戲大部分內容都跟2011年一模一樣, 不過就加入了一位新的主角 還有新的故事分支、遊戲模式、性感的CG當然不少 說得負面一點, 就是八成冷飯和兩成的熟飯炒一碟 不過冷飯炒得好不好吃呢, 其實都是看師傅的功夫 Catherine Full Body入面玩家要扮演IT狗Vincent 跟她在一起已經五年的女朋友Catherine開始借雞吹婚 令她陷入了婦司, 只要在酒吧裡跟朋友借酒消愁 在這個時候, Vinson 眼前出現了一個有如小阿姆一樣的性感女仔 Vincent的生活就好像遇到暴風雨的船仔一樣陷入了混亂之中 同時, Vinson 每一晚都會夢到一個爬塔的惡夢 要在不斷崩塌的惡夢裡不斷求生 加上每一天新聞報導裡所說的去弱死事件 一連串的事件是不是又有關聯呢? Vincent的感情路又會向什麼方向發展呢? 遊戲就以Vincent的惡夢為開始 玩家會面對由方塊砌上來的塔 只要控制Vincent去到塔頂就算贏了 看起來好像很無聊, 但其實爬塔的技巧比你想像中要多很多 玩家會熟悉方塊的堆疊規則和各種不同的技能才可以完成整個遊戲 遊戲裡面的技能不是那些什麼技能 而是一些爬塔的小技巧 例如對著一棵滑滑滑的牆, 你要怎樣找到路爬上去呢? 你又要怎樣砌出龍捲風型的樓梯呢? 至少在普通難度, Standard Mode的情況下 這遊戲我覺得是相當有難度的 所以說, Dark Souls真的好難玩嗎? 這遊戲卡關的時候就令你體會到什麼叫絕望 難怪這遊戲的預設難度是 Easy Mode 而 Demo 的時候也只可以讓大家玩 Safety Mode 因為正常難度我相信其實都足夠玩死人 惡夢過後, Vincent就會回到現實 面對他的感情煩惱和抉擇 玩家除了要在兩位美女之間遊走之外 這一集還有新角色,可愛又單純的Reen 看到沒有?新的大門正在向你展開 現實劇情裡面,玩家會在一間酒吧行動 酒吧裡面的玩家會面對很多不同的選擇 那些選擇都是很多簡單的日常 跟朋友喝酒聊天的時候,女朋友打電話過來 你要不要聽電話呢? 聽完電話,你又要跟她說些什麼? 收到不同女生傳過來的Message 你要怎樣回覆呢? 這些都是很貼近日常生活的事 配合上面對感情煩惱,位於人生交叉點的Vincent 大家又可以更加代入她的感受 酒吧裡面除了有主角的朋友之外 都會有其他的客人 跟他們聊天,可以更加了解他們的故事 如果有空的話,就多點鼓勵一下他們 聽一下他們的煩惱吧 停停一分鐘,停停少年心底話 說不定只要你肯聽他們說的話 你可以影響到他們的人生 故事暫時以我所知,主要分為四類結局 分別對應三個對象 分別是K線,C線和Q線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自由路線 即是舞女路線 會進入什麼路線呢? 主要是看玩家是後期的關卡選擇和你的善惡值 玩家做出任何選擇時 有時會出現一個善惡計 善惡值會影響Vincent在劇情中的行動 也會影響他的結局 新的Q線比較特別 要在告解室內答好幾條指定的問題才可以進入 在劇情上靠答問題決定路線 這一點又跟Gay Game很相似 遊戲劇情也是遊戲中少有的傳語音 這遊戲角色之間的交流佔了很大部分 玩家會花很多時間去看劇情 在酒吧裡跟其他人聊天 所以傳語音真的令人感覺舒服很多 同時也告訴你們 這遊戲是看劇情多過打遊戲的 在前中期都很成功穿插在原版Catherine的劇情裡 甚至部分歌場動畫都會有加入新劇情去配合 令到這遊戲的內容比原版更豐富的同時 整件事都變得很Smooth 新的角色劇情量都不少 相信沒玩過原版Catherine的朋友 在前期根本看不出Ring是後家內容 不過你要完整感受Ring的劇情 你就必須進入Ring的Q路線 因為如果你沒有走Q路線的話 後期劇情的Ring根本就會完全消失 雖然這個做法是很巧合的 勾起了玩家對Q線的好奇心 但相對於玩過上爪的朋友 無可避免就會覺得 K線和C線去到結局根本就沒什麼新的 幸好這個遊戲都有些機制去幫大家補完劇情 平台解謎部分 如果你在某些關卡拿過金獎杯 你就可以在重玩那關時直接Skip 重玩那時劇情也可以Skip 所以你想補完劇情其實都很快 如果只是想看劇情的朋友 或者可以試一下把難度調成Safety或者Easy 玩完Normal之後 我覺得這兩個難度 你根本不用用的路都過得到 當然你想加大這遊戲的難度的朋友 就可以試一下Normal以上的難度 甚至把這遊戲的模式調成Arrange mode 本來幾分鐘的關卡 可以變成一個小時的卡關 而我自己就玩Normal難度Standard模式之下 12個小時就爆機了 希望可以當成大家的參考 這遊戲雖然有一定的重玩能力 不過綜合來說 整個遊戲的長度都是比較短的 相對於舊版 多了新路線新CG 作為強化版就當之無愧 即使如此 我覺得Kathryn Full Body所探討的內容 到現在都很獨特 逐於有運 十個男人九個滾 還有一個在想 前香港特首都曾經說過 有得選擇才是老闆 當你真的被人賦予了這個選擇權的時候 當你真的可以做老闆的時候 當你可以成為十個男人裡面最後一個的時候 你會怎樣選擇呢 Kathryn Full Body裡面的答案 是比較貼地和保守的 因為你最後永遠都不可以雙飛 人生亦都沒有那麼多如雨紅掌兩者兼得的情況 不過我們可以在一隻遊戲裡面 感受到一個32歲男人 在一個禮拜以內的感情增長 我覺得都是值回票價的 這次我就不用一個評分去做總結了 冷飯是冷飯 但Q線的劇情都不錯 我也沒有想過自己會接受到Q線的劇情 對於沒玩過11年版本Kathryn的朋友 買這隻遊戲去逃避一下 打到處都是動作射擊吃雞的世界都不錯 但要注意本質上 它始終是一隻舊遊戲 對於遊戲的內容量 視覺享受方面 真的不要有太大期望 至於老玩家 就看看你會不會為了新劇情 又或者很多星優的理想之星DLC 去入手這隻遊戲 畢竟這個2月選擇了那麼多 Metro、Far Cry、Antham 這些大作全部都洶湧而至 就像Wincent那樣 在有限時間內你會作出怎樣的選擇 今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